我是猪妹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鬼灭之刃 宏人漫画小故事 傅刚勇摔下山崖 被胡蝶人嘲笑 原因确实很搞笑 善于和他的爷爷让我们开始吧 故事一 黑死毛和原一的对截 在一场大战上 继国的两兄弟整理成了对手 已经变成恶鬼的继国颜色 哦不应该叫做黑死毛 对上了开中了惹只呼吸的天才对手 这些弟弟继国原一 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呢 原一和黑死毛都做出了 有战斗的知识 一口同声说有上了 强大的力量交汇在了一起 整个战场都是硝烟弥漫 所以两者到底是谁更生一筹呢 黑死毛使出了月之呼吸 六支行长夜故月 无缘间原一心神一致 哦 既然那个一瞬间使出这种 数量的斩击 原一的日之呼吸还在酝尿 那黑死毛的月之呼吸 八支行就要开始了 月之呼吸各种招式是出 相较于场面上原一似乎一直在躲避 变成了恶鬼之后的黑死毛 果然 强到了 连原一都无法战胜的地步吗 原一又往后退了一步 终于决定反击 真是很厉害的技能和兄长 不断的释放着锐烈的斩击 就算能预测最清晰的世界 持续挑战也很困难 简直如同不让任何人接近了孤高的暗月 让你也见识一下我的力量吧 原一毁我这刀法使出了日之呼吸 烈日红镜 黑死毛很惊讶 对方的攻击和他是日君力敌 把我的技能取消掉了 黑死毛继续使出了日之呼吸 始于知醒 而原一也同样用日之呼吸 来对付黑死毛的攻击 黑死毛清晰的感受到对方的强大 一边底下我的技能 一边进行着日之呼吸的形态 多么强大的光芒啊 就像 在黑死毛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朝阳璀璨的形态 望着发出攻击的原一 黑死毛不禁感叹 就像转破夜幕的朝阳 灵灵的太阳 真出色啊 而就在此时 原一也被哥哥黑死毛深深的吸引着 在他的眼里 兄长是更为夺目的存在 兄长 我的哥哥激光颜色 我是被你带来的光芒引导着 才认识了这个美烈的世界 广阔无垠啊 原一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哥哥 带着声来看望他 为他打开窗的画面 原一的刀终于砍了上去 黑死毛的刀断了 在黑死毛去遇打的所有中 他的头被砍下了 原一在心里继续说着 因为兄长你给我的光芒 一直在我心里 就算是一个人 也能够让我在这世上前进 在原一的心中 永远有哥哥 远真挥着刀 努力的身影 你的挥剑非常耀眼 让我对你很憧憬 眼里也杀鬼 而再会的时候 你依然闪耀 强烈的振奋着 会充满悲伤的剑 有你这样的太阳 一直罩着我 兄长 灰烈在脑中不断出现 原一已经泪流满面 气不重生了 被砍下头颅的恶鬼 在火中燃烧 凶恶的模样也逐渐退去 黑死毛独特的六眼消失后 恢复成了记忆中 他还是记过眼神时候的模样 是原一熟悉的 记忆中美好的样子 代表着鬼的生命消亡的火 最终还是人尽了 只留下了可以供原一怀念的一点点东西 原一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他捧着衣物和兄长告别 算是 就此别过吧 兄长 我们兄弟就算是道路不同 最终会到达没有鬼的来世 原一的记忆回到了乡间 在这里 哥哥毫不犹豫的把手伸下了他 他们一起放着风筝 一起挥舞着木剑 原一过了我全脑心想 以后好好走各自的路吧 故事二了 在脱纹训练中 善逸失败了 他的碗从手中滑落到地上 他的一声刺分五裂 师兄快乐 也在和善逸一起训练 但是他手上的碗拿的稳稳的 见到善逸出球 嫌弃极了 一夜桑倒瓷舞棱 瞪了快乐一眼 然后就询问 故意坐在地上 一副手足无措的善逸 善逸啊 你还搞吧 善逸慌张的把碗的碎片 从地上捡了起来 奔手奔脚的善逸 甚至还把手都给割破了 抱歉 爷爷 我不小心打破盘子了 我会立刻收拾干净的 爷爷看着一个劲 向他道歉的善逸没有说什么 善逸羞愧的低着头继续道歉 对不起 说完了一下 对不起 爷爷突然拽住了善逸 满水鲜血的收拾碎片的手 忍真地看着他的伤口 碎片切刀手 血都流出来了 别剪了 善逸急忙抬起头 可 可是我还没有收拾干净 爷爷提起了拳头 没有关系 别剪了 善逸看着爷爷的拳头 乖乖地蹲在了地上 嗯 爷爷此时牙露出了慈想的笑容 乖乖乖 善逸大二声喊着 咕咕咕咕 而一边被老师所拜托 代替善逸手持地板 实行跨越被完全无视了 一闹善逸抹着眼泪喊痛 以熊巴巴的喊他 当然快透了 哪有人像你这样 徒手剪碎八蛋 下次一定要记得拿个扫把也笨蛋 一闹爷爷的话 善逸的眼泪都来不及擦干 连骂问道 下次还能有下次吗 我还能待在这里吗 明明都打破了碗了 爷爷心想 哦 刚把他捡回来的时候 只觉得他是呆呆的 所以没有在意 原来如此了 这还真是啊 爷爷摆了扳手 自以为理解爷爷的意思的善意 瞬间遭受了暴击 整个人都消闯了下去 担心自己的举动让爷爷不喜欢 然后他又开始抱歉 抱歉 我说了奇怪的话 对不起 爷爷伸出手却不是想要打他 而是把手放在了善逸的头顶上 轻轻的揉着他的头发 你可以留在这里的 啊 没有关系 无论打破多少的碗都可以 爷爷停分了下继续说 如果你那双手啊 以后可要用来拯救更多人的 不要再随便弄伤了 懂吗 善逸还挂着眼泪 虽然对爷爷的信任感到十分的疑惑 但还是回答 是 爷爷的内心也没有在善逸面前表现的那么大人 先想 哎 这还挺急使的呢 就这样 善逸通过爷爷的鼓励 慢慢的加入了鬼杀队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鬼杀队成员 一天 善逸拎着这一包东西突然出现 爷爷 出现我的地方就在这附近 所以这之路来了 我买了土特茶 我们一起吃嘛 善逸一边吃着丸子 一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然后 然后 我起来 发现鬼已经被打倒了 吓了一跳呢 我总是受人帮助 却不知道那人是谁 一直在认真听着的爷爷 大声喊了一声 善逸 善逸看见爷爷伸过去一只手 有些疑惑 他把头塞了过去 你要给我摸头吗 爹的眼神瞬间就变得慈祥 他用手勾着已经长大了善逸的头 一下一下地抚摸着 乖啊乖 这样就好啊 不实在 傅刚有和蝴蝶人 在临水的别墅内 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屋内的傅刚有回应道 好请进吧 蝴蝶人笑咪咪走了进来 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 蝴蝶没有中断吧蝴刚 蝴刚有脸色十分的糟糕 连说话都有些艰难了 痠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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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回忆 是是几个小时前的事情了 仍听到了蝴蝶的开场 咱也有的想 那不会叫很久的吧 然而此时蝴蝶已经深深的陷入了回忆之中 蝴刚蝴蝶宽三郎 年纪大了好像又迷路了 站在了悬崖边上 蝴蝶连忙指指 那边是悬崖啊 仍看着昆三郎一脚踩风 一用飞奔过去想要蜡呗 可可危险 然蝴蝶飞走了 自己却跌成了重伤 了解到了事情的始末 想笑着阿威 咳咳咳 别这样了 啊 蝴蝶的担心 那些乌鸦呀 好好好 我了解了 哎 不是什么可笑的事啊 但是拜托 要向馆长保密啊 古典人小蜜蜜的 看着有些不好意思 也有打气的 哎呀 听起来少见的表情啊 啊 真的了 这样啊 要是帮我这一月份的 药草的话 我会考虑一下的 犯犯的师兄 竟然为了一只会飞的乌鸦 掉落悬崖 这要上一颗小白内 可是你知道了 哎 不消掉打牙才怪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即订阅点赞 加分享小猪的频道呀 爱你们呢